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现在开始带你来关心 大选落幕了 紧接着花莲县议长的宝座争夺成为焦点 那么现任议长张俊争取连任 那么是否被党中央同意报准及议员的支持 但是花莲县议会第20届议员33席 包括了国民党当选人18人 民进党3人 五党籍11人 民众党1人 因此这一届以五党籍身份参选议员增多 其中张俊 魏家贤 黄玲兰等人 原本都是国民党籍 那么议长宝座争夺仍旧有变数 花莲县议会总计有33席 国民党拿下18席 民进党3席 民众党1席 五党籍则持有11席 想要当上议长 必须再争取16席的支持 花莲县议长张俊说 议长的部分据他了解 目前是没有人有意愿 所以他还是会继续寻求党中央的同意 那因为傅昆旗跟花莲县党部 现在就是一支操作排黑条款 那排黑条款 毕竟我还是国民党员 那还是可以争取开放竞选 当然傅昆旗不可能说 让这个地方党部就是开放 所以我们这个党团 我们议会里面的这个党团书记长 有请这个执行长有一一打电话询问每一位议员 就是党籍的议员 那这些议员他本身就是没有议院要参选议长 那副议长倒是有吴建志 然后还有这个黄鑫 郑宝秀 那议长的部分反而是没有 所以党团的决议 就是有送请中央希望说继续重点支持张俊 来连任议长 那我还是会继续寻求党中央的同意 就是开放竞选 而国民党则是表示 目前是已发议院书给党内的当选人 那么花园县县党部 在昨天已经将公文 以及相关座位规定 以及一个征询表 我们转搬给这一届 也就是第二十届 花园县县议会本党的议员当选的同志 让他们都能够收到这份公文 也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 在这份公文当中 我们附件二有一个征询表 也就是在这一届 二十位中国国民党 我们当选的党籍的议员 那么他们可以自行来勾选 是否参选议长 或参选副议长 那在十二月九号 也就是这礼拜五之前 必须将这个意见表达的表 来缴还给县议部 来让我们进一步做相关的资格审核 在下礼拜二也就是十三号 下午三点 我们将会举行座谈会 召集这二十位党籍的当选的同志 来座谈 来对于我们的相关的政府议长的提名 按照中央规定的方式以投票 那么或者推举或者协调 以及或其他方式来产生我们的政府议长的提名人选 民进党籍的议员也表示 最后的决定还是必须经过经由当选的三席议员 做最后的协商才会有结果 当然我们尚未就职 那在本月二十五号就要即将来就职 那不过依照往例 在花莲县的议员里面 民进党占有三席 那依法能够成立党团 那在议长跟副议长的这个选举里面 我想当然民进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过我们还是会依照我们会先来成立这个党团 那再由党团来做相对应的这个处理 那党团开会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做这个决定 那来作为我们政府议长的参考 第二十届的议长副议长选举 还未开始就已相当激烈 而寻求连任的现任议长张俊 是否能够与国民党中央协调成功 大家都在等待最后的答案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